镜头再来带回到戏指 改善居住环境有很多的方式 在戏指建成路上的一个社区住户门 他们就希望以加强绿美化的方法来改善环境 在接获社区民众成员之后 市议员廖正良他就协助争取到了许多株的树苗 这些树苗就直接从苗圃再运到了社区当中 住户门也希望能够尽快把这些树苗都种好 改善社区的景观 戏指建成路上社区大楼很多 如何让居住环境充满绿意 在景陵活动中心的这个社区 因为在后面开放空间还有地方 所以也希望能够进行绿美化 而在接获前情之后 议员廖正良也协助争取 并且从花圃直接将树苗再送过来 感谢廖议员帮我们争取 我们社区旁边靠近河道那边的花圃 因为后面的花圃有一些栽种 还有一些空缺 所以很感谢他为我们社区争取 我们那个廖议员大概从去年10月开始 就陆陆续去帮我们一些细子的社区 来申请一些绿美化的苗木 那廖议员也都会 有空的时候都会亲自 载运到我们各个社区这样子 那今天我们来到无印良品社区 那今天也是我们最后一批的社区了 所以如果有一些社区还要申请绿美化花苗的话 那大概就是大概从今年的10月一开始 也可以来向我们服务处反应 让我们服务处 还是会帮我们各个社区来申请这样子 直接送到社区 而这次要栽种的是女真树 是乔木的一种算是常用观赏的树种 适合庭院种植 树慢慢茁壮之后 职业茂密树形整齐 而接下来社区管委会也将请专人尽快种植 这两天的话我们有园艺小组 我们会尽快把它栽种下去 因为有那个绿化的作用有一个休闲的空间 所以有上步这样子算是让我们的环境更绿化更美化 也在这边提醒我们各个社区 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官处大概现在开始到5月底之前 有办绿美化的竞赛 那只要我们各个社区提送计划上去 那如果说我们计划做的不错 那我们新北市政府就会补助我们绿美化的经费 那最高一个社区8万块 那如果有需要询问或协助的话 都可以跟我们服务处联络 在社区后方的这处长条形空间 是附近居民散步或是到基隆河步道经常路过的地方 接下来再种下女真树苗让景观更好 介终慧玲细致采访报道